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军今早进行汉光演习时,一名勤性散兵跳出机舱后,发生散剧尾开意外,从1300英至高空坠的重衰,事发当下正好有民众已单眼相机搭配望远镜头捕捉到散兵坠落画面,事发后他立刻将照片PO上PTT,文内除为伤者其腹外, 更坦言第一时间目击事件后心里阴影很大,网友在八卦版PO文表示,小弟我为CCK周边居民,早上不幸有目击此一事件,希望大家给予国军多点鼓励,也帮这位上兵集气其福,希望他能顺利活下来。 原PO接触随文附上放大过的照片,图片显示,该名散兵脚踝处疑似遭绳索缠绕,整个人略成躺姿下坠。 网友提供的照片在PTT上引发热论,苹果日报也求证航特政站主任武力文,他表示照片与亲自在现场看到的情景略有不同,强调在现场有看到富散,但PTT上的照片却没有。 而伤者坠落姿态也与院方提供的注录部位不甚相同,认为这张照片唯未必与此意外有关。 针对军方质疑,当时拍下照片的网友ScanPrendi稍早再度上传照片才切钱的原始党,表示因有乡民来信,为证实真实性,这边公布同张照片的完整照片。 至于照片与武力文的说法有所出入一事,ScanPrendi直言因为误会,他说,自己拍下伞兵坠落全程,而稍早公布的这张照片是在跳伞后十秒钟左右拍下,比对此后数张照片的却有看到富散打开,且因逐伞与富散疑似出现交缠状况,导致部分富散无法完全开启。 他接触强调,武力文看的照片仅为原始照的局部画面,可能由于时间拆才造成照片解读上的误解。